楊子瓊出席浸會大學舉辦的 昂山素機電影講座 與學生分享拍攝經歷 她說拍這套戲 最希望是給緬甸人看 令他們了解當地的民主進程 被問到對香港民主的看法 楊子瓊舉例 由行表達訴求 也要保持和平和理性 大家要很靜態 很以為一下衝過去就可以得到 如果你一下衝過去得到 未必那樣東西是捉得那麼實 所以我不覺得 Honestly 我真的不覺得香港是退步了 因為永遠 好像現在我也知道 現在有的Elections Elections的時間 你不要說香港 你在美國 到處都是 即是一有Elections的時間 好不好的 醜的 甚麼都扔出來說 這套戲將會在9號上映 她說拍了這套戲之後 就真真正正明白 甚麼是民主 她也不認為 香港民主有倒退的情況 飾演被譽為 亞洲民主女神 昂山素姬 楊子瓊說 拍這套戲的挑戰之一 是要學緬甸話 你不停要這樣練到 我說大一句 我會說到最後一句 至於這部電影 楊子瓊 和擅長拍動作戲的法績導演 樂比桑合作 他認為這一次是大膽的嘗試 人民著瓊式電影 昂山素姬 The Lady 講述主角爭取民主的歷程 為了緬甸的民主 決定同定居在英國的丈夫 和兩個兒子 分隔兩地 期間被軍政府軟禁 當中亦有講述 她和丈夫之間的愛情故事 香港《昏迷電視》記者 袁俊豪報導